大家好我是蔡英舟 那我今天繼續為大家導讀 Ballet of the Bully的第七個章節 那記得我們從第六章開始呢 我們開始談到除了Jewler之外 所謂的消費者就是會消費這些 Jewler music以及Jewler的這種 街頭幫派文化的人們到底是什麼樣 第六章我們從比較中產階級以上 那第七章呢我們就是回到了這個Jewler 他們整個社區邻里 也就是說跟他們同樣階級的人 到底是怎麼看待他們的Jewler music 跟他們Jewler的這個幫派文化 那這個章節一開始呢 作者用了兩個場景 兩個葬禮的對比 第一個葬禮呢 是一位黑人女性年輕少女的葬禮 那在這個葬禮上呢 他這位少女一樣受到槍擊案而喪命 他所報導人的這些Jewler團體 也有參與這個葬禮 而在葬禮上的時候呢 他們好像被寄予了一種 可以為這位少女復仇 找出真正的兇手 然後並施予制裁的期望 也就是說在這一刻呢 他們彷彿是這個社區邻里的守護神 或者是伸張正義的使者 那可是呢第二個場景呢 作者記錄到另外一位 記得我們在前面的章節有談過 一位Driller他在路上遇到了敵對的團體 然後被槍擊可是喪命的是他的朋友 是的就是那位朋友Jarvan的葬禮 那在這個葬禮上 場景是截然不同的 Jarvan的親友呢 對於這些Driller是非常唾棄的態度 他們認為你們就是地區的惡霸 你們就是地區的災難 就是你們帶來這些惡運 我們的Jarvan才會喪命的 所以呢這兩個形象呢 反映了截然不同而且矛盾的 到底這些Driller他們是家鄉的英雄呢 還是他們不過就是地區的惡霸而已 但是這個故事也反映了一件事情呢 其實Driller他們的消費正像我們提到的 他們的音樂創作內容來自於他們的生活 而他們從他們生活凝鍊的這些創作 回過頭來呢也影響著他們的這個家鄉 他們這個社區 那這就導致了幾個事情呢 我們先從一些比較常見的功能來說 對於他們年輕人來說 Jarvan Music它有一個非常積極亢奮的作用 你光是聽這個音樂的形式 它的節奏感以及它帶來的緊張感 就是會讓你整個腎臟腺素爆發 那所以呢他們變成是一個有點像是 透過音樂來給自己喝個Red Bull之類的 對一個興奮劑 那可以讓他們用以面對生活之中的挑戰 尤其當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困境是如此類似 他可能很輕易的可以在歌詞當中 找到跟他類似的處境 那更延伸一點的呢 他甚至呢不只是在當下或對未來的行動 他可能呢也是一個面對過去的挫折跟創傷的 比方說作者談到一位報導人呢 他曾經有一個被搶劫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一直是這位報導人非常害怕 而且非常心理創傷的部分 可是呢他就會開始借用Jarvan Music 借用這些歌來去彈裡面的歌詞 然後他開始想像自己跟這個歌詞當中描述一樣 他可以在搶劫當中呢反擊 然後他可以把那些搶匪們 那些敵對幫派分子呢 就是打得落花流水 讓他們嚇得屁滾尿流 那在這樣的重複的想像當中呢 他好像平復了他過去的創傷 而修改了他的記憶 或是重新拾取了他的男子氣概 不過還有一個有趣的功能呢 他也是Jarvan Music他的這些歌詞內容 因為他不斷來自於這個社區邻里 那他也成為一些年輕人 一些學生們 他們在融入當地的同儕生活的時候的一個話題 也就是說呢 作者就注意到一位報導人 他可能是從一個新班來這個社區 那一開始很難融入大家 可是呢沒多久大家開始聊起Jarvan 聊起或像喜歡的人 覺得誰最酷的時候呢 馬上開始就可以融入 就可以開始打成一片 他甚至呢藉由他有一位 像是自己最象徵最喜歡的一位Jarvan 來代表他在同儕之間的一個品牌一樣 所以呢 其實像Jarvan Music呢 他除了歌詞背後 他其實有在他的社區有一些截然不同的意義 我們如果講說前面這邊 到目前為止是一個比較基本的功能 那再來呢就是一個比較進入 他可能會帶來的副作用 什麼副作用呢 記得我們說對於這些Jarvan Music來說 音樂跟他們的生活是無法二分的 那你是什麼樣的幫派 你是哪一掛 也會反映在你所聽的音樂上 如果說過去的幫派是藉由服裝 藉由首飾 藉由你的特定的標記 來展現你是屬於什麼幫派的人的話 那在這個世代呢 他可能更明顯的是你在聽什麼音樂 那所以呢 你走在路上你放音樂是不能亂放的 有時候你放錯音樂 你到了一個街區 但這街區可能是屬於某個幫派勢力 你放了他敵對幫派勢力的Jarvan Music的話 你可能就會很危險會被找叉 而且呢這項挑戰呢 可能是從你中學小學開始就會面對了 當你開始會聽音樂的時候呢 你可能開始就要去注意 你今天在哪裡放音樂 那其實呢 這又養成了其實一個很特殊的技能 他們透過這些歌 透過這些社群媒體 社交網路上這些各個Driller幫派 他們不論是在歌詞描繪的 還是說他們在網路上的一些互相叫囂嘴炮 或是那些Driller分享他們的生活之中呢 他們去拼湊出 現在他們整個生活的芝加哥南區 這個街區的勢力到底是什麼 作者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他在課堂上呢 就拿了芝加哥南區的地圖給這些學生 請他們畫出他們所知道的幫派勢力 然後他非常驚訝的發現呢 大部分的學生呢 都可以畫出將近10個的幫派 而且是甚至可能遠在 這些學生自己本身居住的社區很遠的地方 他們都畫得出來了 而且是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技能呢 其實也是有它的必要的 比如說呢 像因為社區靈裡的關係 有時候你可能跟某個幫派很熟 但其實你並不真的是住在他旁邊 你可能就是你們是親戚 親戚朋友之類的這樣的連帶 但在社群媒體上 可能你們會被視為是同一掛的 或者很不巧的 你特別喜歡某個Jiller 某個歌手 結果其實你居住的地方是格格不入的 那所以有一些像作者他就注意到 他其中一位報導人呢 因為他每天上學的地方 他會穿過非常遙遠的距離 甚至穿過不同的幫派勢力 所以這位報導人呢 他每天都會很小心的呢 把一整排的Jiller的臉書、IG 大部分是IG啦 全部都撈出來 開始看他們今天在幹嘛 他今天出來完了 那我今天不要走這條路好了 他好像在這條路 他今天感冒了 好那他應該不會出門 很好那我應該可以走這裡上學 所以他每天上下學之前 他都要刷一遍IG 為什麼他要確定哪一條路上學安全 哪一條路回家安全 這是為了他的生命安全著想 對 那所以說其實Jill Music 他對於當地 對於這個社區 對於這個比較 同樣來自貧困社區的 黑人青少年來說 他其實是非常的具有街頭知識的 那這種消費呢 也的確我們可以跟上一張對照 這與就是來自白人中產階級的 浪漫化的想像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第七章我們的導讀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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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us 前之後 師傅 ��겠습니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